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亚洲的新闻 最近一个新闻引起我的注意 就是说全球亚洲的城市的生态风险 这个生态风险不是政治风险 就是你的环境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台湾加紧缺点 台湾最近缺水缺点 我觉得台湾明年会上榜 今年可能没有 那他这个报告大家看多夸张 全世界生态最差的环境 100个城市里面 亚洲有99个 中国大陆37个 印度43个 这个中国大陆跟印度 印尼的印尼亚加达最严重 那在前20个生态最差的环境 印度13个 就是空气不加水不加 这个台湾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空污缺水 大陆的广州东莞 也有日本的大阪东京 这是有地震 所以我的观察 就是什么第一个生态 现在是很严重的这个题目 这个洪水地震 你看台湾一下子地震 然后一下子原来是干旱 然后这几天下雨 哇这个下雨一下子 哇这个淹水了 那这个这个 所以对未来的这个环境的保护 是很重要 那这个又跟一个什么有关 这个地球暖化有关 所以你地球生病了 所以你天气才会异常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